台北市线上教学影片 张诗之执法 段落书理三 这一段的学习重点有 理解难句 换句话说 理解难句 文言文中的难句随处可见 有的是语言次序前后颠倒 有的是省略甚多 读者不义不足文艺 有的是古人习惯的句式与现代人不同 这些情况常常造成阅读的阻碍 请先找出这一段段落的难句 这一段段落的难句由 无马赖柔和 故不败伤我乎 是法不信于民也 一清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 民安所错其手足 第一句是 无马赖柔和 这句话的关键在赖这个字 赖是凭借一事的意思 正常的语序应该是 赖无马柔和 为强调无马 故提前到前面 无马赖柔和 他原来的说法是 赖无马柔和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凭着我的马柔顺温和 第二句 故不败伤我乎 故不 怎么怎么乎 这是文言文中的反截句实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激问 答案在问题的反面 故不败伤我乎 故是起难道的意思 表面的意思是 岂不是会伤到我吗 真正的意思是 一定会伤到我 第三句 是法不信于民也 文言常用于这个介词 显示被动的意思 句子原来的次序是 民不信是法也 司马迁用被动的句式 强调法律被人民信任的重要性 是法不信于民也 是就是词 这个的意思 于可以解释作被 整句的意思是 这个法令将不被人民信任 第四句 一清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 这一个句子 有很多省略的成分 现在请将知 或者 这三字放入适当的位置 你会怎么加呢 我们把这个句子省略的 知 者 或 补回去 这个句子就会变成了 一清 而天下用法者 皆为之 或轻 或重 用法者 这个者是得人的意思 就是执法者 为是因为 因为什么呢 因为执法者偏邪的现象 文言文中 我们通常就会用一个知 来代替这种复杂的说法 或轻或重 或 是有的 的意思 有的时候 会判得太轻 又有的时候 会判得或重 当你加上这些虚字后 意思 是不是更清楚了呢 你是否觉得 未知 这个用法 有些熟悉呢 而是 记去中 相位之降 也是同样的用法 为 是因为 知 是此 这样的意思 一清 而天下用法 皆为轻重 整句话的意思是 我 一旦偏邪不正了 天下执法的人 将会因此 而有时判得轻 有时判得重 失去了准则 第五句 明安所 错其手足 这个句子 有一个通假字 错 什么叫做通假字呢 古人 常用同音字 来彼此代替 错 与错 读音相同 就彼此相代 这个 就是通假字 所以 用错 代替错 是安放的意思 文英文中 以安 为其实的句子 常常具有 疑问代词的功能 解释成 如何 怎么 我们可以用 和 代替安 变成 明和所 错其手足 这句话 表面的意思是 人民该如何 安放他的手足 具有强烈的 反结意味 真正的意思 是人民将 不知如何 是好 最后 我们来换句话说 庭尉奏当 一人犯笔 当罚金 庭尉报告 判决的结果 这个人 犯了禁止 通行的命令 判决他罚钱 下一句是 文帝怒约 此人清金无马 无马赖柔和 令他马 故不败伤我乎 而庭尉 乃当之罚金 文帝愤怒地说 就是这个人 惊吓了我的马 幸好我的马 柔顺温和 假使别的马 岂不是会伤到我吗 但是 庭尉 你竟然 只判决他罚钱 下一句 张士之曰 法者 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 经法如此而更重之 是法不信于民也 张士之说 法律是天子颁定的 是天子和天下人民 都要共同遵守 现在法令规定这样 如果再加重犯人的刑罚 那么 这个法令将不被人民信任 下一句是 且方其时 上使力诸之 则已 这句话相当的长 我们在处理这句话之前 我们先要处理 且方其时 上使力诸之 这一句话 这句话 张士之在说的时候呢 他的心底的想法是 上欲众叛之 方其时 即应力诸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皇上 你想要众叛他的话 在那个时候 就应该立刻杀掉他 既然当时 上尚未立诸之 你没有杀 且又下庭位 又把他交给庭位我 就应该尊重庭位 我的处理方式 所以 且方其时 上使力诸之 则已 这句话 应该这么说 而且 当县人 惊动您车架的时候 皇上 假使立刻 杀掉他 就算了 仅记下庭位 庭位天下之平也 一轻 而天下用法 皆为轻重 明安所措其手足 为陛下查之 现在 既然交付给庭位我 庭位 是天下执法的标准 一旦偏邪不正 天下执法的人 都会因此而 有时判得轻 有时判得重 失去了准则 人民将不该如何是好 希望皇上您 仔细思量这件事 梁九 上约 庭位当事也 过了好一阵子 文帝说 庭位 你的判决是对的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